丹田有寶幽尋度 我个人有一件 与庆功有关的不思义事 如今成此恩怨一兵道出 供养大众 2009年初春 我父亲患了一场大病 肚子很胀痛 连续几个月不见好转 看了很多医生 白药用尽都全部无效 医院检查说肝部有阴影 很可能是肝肿瘤 我心中非常难过 就每日晚间暗自然避香 读诵地藏经回向老父亲 印字法师族家 是我舅爷家的表叔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 于是我打电话给印字法师 问字院有没有播放地藏经的播经机 印字法师说 有一个 叫我过去拿 我到字院拿播经机的时候 印字法师 吩咬我为庆功写一个小传 因为正好有客人来字院 我还记得是写旗一位姓李的居士 所以我走的时候 印字法师都没有时间送我 我离开字院 就快走出山门的时候 遇到一位老人 正坐在门楼下边的板凳上 为一个人开药荒 一边写一边说 我行医都六七十年 早上好几辈都是中医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你叫他照这个方 食三剂 保证什么事都没有 听他说得这么有把握 我心里也为之一动 将父亲的病情 向老人家讲述了一次 老人毫不在意地说 这个不算得是什么 我开个药荒给你 只有五味中药 都不用多少钱 你去帮你父亲 吃完就会好些了 我拿着药荒 赶到中药店去执药 每剂才五元 但是回去给父亲吃完 就真的好了些 后来我姐姐带父亲 去南洋再检查 医生说没有任何问题 姐姐不敢相信 就说不如住院观察观察 搞到人家医生 都觉得好笑 说好地地一个人 你观察什么 等我将 欲身菩萨海庆法师略转写好 送交印字法师的时候 问起那位 为我开药荒的老人 印字法师说 附近肯定没有这样的人 大概是你孝心 和为庆功作传的功德 感得菩萨前来救助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可惜那个药荒 被我粗心地搞不见了 但是没学现在 将这件事告诉大家 这个算不算一个非常难得的药荒呢? 信让真人有私药 一日清闲自在先 六神和合报平安 丹田有保忧寻度 对境无心 对境无心 我民善 对境无心 对境无心 我来自行